干就是了 中性 茅台要涨到3000元 白酒谷集体怒涨九香四亿迎春节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原标题 干就是了 中性 茅台要涨到3000元 白酒谷集体怒涨 九香四亿迎春节摘要干就是了 中性 茅台要涨到3000元 白酒谷集体怒涨 九香四亿迎春节 在春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贵州茅台再度创下股价新高 一举突破2500元 最高股价升至2589元 目前 茅台市值超过3.2万亿 按照今天最高价计算 两个交易日市值爆增进2800亿 同时 白酒谷全线飘红 一片喜气洋洋 2月10日早盘 贵州茅台开盘冲上2500元高位 截至发稿 贵州茅台涨4.05% 报2556元 总市值3.21万亿元 这已经是茅台连续第三天刷新历史最高价 整个白酒板块也全线飘红 各股方面 顺新农业000860开盘快速拉升涨停 报64.27元 总市值逼近500亿元 此外 山西焚酒水景方洋和股份纷纷涨近5% 消息面上 顺新农业昨日晚间公布 鉴于当前白酒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价格攀升 人工物流成本不断上涨 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拟对部分低价位的二锅头系列光瓶产品 桶装产品及含精品系列在内的盒装酒产品进行提价 提价幅度在10%左右 此次价格调整计划于2021年2月10日起执行 同日 贵州茅台公告称 决定终止贵州茅台及其子公司的四个捐赠事项 合计金额达8.2亿元 具体来看 这四个捐赠事项包括 公向贵州省建议勇为基金会捐资200万元 向仁淮市人民政府捐资1200万元专项建设酒类火灾处置专业队 向仁淮市人民政府捐资2.6亿元专项建设茅台震齐龙1万吨生活污水处理厂 向西水县人民政府捐资不超过5.46亿元专项建设西水县 新大道建设工程 贵州茅台还表示 截至目前 公司为支付上述捐赠款项 对此 安信证券指出 去年10月贵州茅台捐赠公告发布后 引起了市场一定的分歧 茅台酒关联交易捐赠虽备受关注 但仍是短期扰动 且存在边际改善 看待公司的核心主线 仍是公不应求的稀缺性和稳健增长的确定性 当下公司终止了约8.2亿元的对外捐赠 对当期业绩虽无直接影响 却彰显了公司重视中小股东意见表达 并积极研究响应的负责任的态度 同时也对未来预期有所帮助 春节旺季已经到来 贵州茅台近日也动态频繁 2月8日晚间 贵州茅台发布上头审取 视频中不同肤色的主人公 与现代混搭的曲风突出了国际化 年轻化的定位 此外 贵州茅台还在获券商提高目标价 今日早间 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 品牌和渠道持续进化下 茅台核心壁垒不断加厚 短期看 非标产品望率先催化增长提速 维护普非价稳夯时潜在提价可能 一至二年维度期待更多增长势能释放 更长维度看 公司量价稳增基础扎实 具备长维度业维度增长的高确定性 望充分享受估值溢价 2002十一春节 冻销不断凝聚更强共识 白酒板块投资依然乐观 茅台攻守兼备 更多催化下有望引领行业上涨 公司市值占上三万亿后 仍有广阔长期空间 上调公司一年目标价至3000元 维持买入评级 文章来源 依公司官微责任编辑